2月18日,家传第四代的80后刘斌,站在山西太原外摆林体育场上,表演了一出名为楚汉争霸的中国传统社会《二鬼摔跤》,引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。 表演时,刘斌在道具围子的隐藏下,双臂双腿模拟二人摔跤动作,以抡、转、滚、翻、摔、扫、踢等套路进行表演。 其动作滑稽幽默,逼真,极具动感。 学的这个二鬼摔跤是家传的,我老爷这边就开始表演这个二鬼摔跤,因为这个是一个人表演两个人嘛,他需要一些技巧上的一些动作吧,比如说斑呀,脚呀,翻呀这些,觉得这个挺有意思。 二鬼摔跤又称二娃摔跤,二喜摔跤是一人被驮二鬼,傀儡道具进行表演的汉族民间舞蹈形式。 活跃于山西太原小店区以带,是节日、庆典、祈雨、丰收等民间喜庆、祈祷、祭祀活动中重要组成部分,深受广大民众喜爱。 与平时常见的红色小鬼和绿色小鬼的摔跤形象不同,刘斌对道具和表演形式进行了创新。 和众多飞移项目一样,二鬼摔跤因其表演难度大,面临传承困难的问题。 膝盖呀,和这个胳膊肘呀,这些地方挨地,如月出坡,因为有挺多反滚的这些动作。 所以现在很多人吧,受不了这个苦,不爱学这个,我觉得还是,应该让大家体验体验这个二鬼摔跤。 这个项目呢,很稀缺,能够太原市来做这种飞移表演的二鬼摔跤的,有个两三个人了。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宾威的一个项目,我们下一步也是想发扬这个项目了,更多的让它进校园,吸取娃娃们了,更多的参与这个二鬼摔跤的传承。 这样了我们一代一代才能传承下去,这个项目非常好,但是受众也很广,但是能练习,能表演的微乎其微了。